每日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娱乐周边报道 欢迎点击右上角关注 说一不二 都说娱乐圈是混乱 惊天动地的大事时有发生 平日的家常里短也不少 有一些规律如同老人言一般 不听的话可是要吃亏的 这些发生在圈子里的事情 被广大吃瓜群众整合出来总结为娱乐圈里的禁忌 看看在娱乐圈里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计划入圈的小伙伴可要记牢 一不要和谢娜 为大勋下馆的据说谢娜下馆子就没有买单这一说法 其实吧谢娜只是比较节俭了 曾经一个小龙套 直到参加了快乐大本营 谢娜才算翻身爆红 节省自然而然成了习惯 和明星大咖吃饭 曾已经成为了习惯 但你如果以为谢娜真的很酷 那就太天真了 当看他权重的好人缘 便知一二 作为谢娜的亲传弟子 新生带流量担当 为大勋也是继承衣服 那节俭程度不弱于谢娜 你见过哪个男艺人为了省下请造型师的钱 自己染发的 突然很心疼何炯 可能带他俩吃饭 都没有不掏腰包的时候 二不要请胡哥一起过生日 不要和胡哥一起参加生日 验这个梗是在胡哥拍狼牙榜的时候说出来的 梅长苏就是喜欢在别人过生日的时候来搅鱼 而且无一例外 高高兴兴过生日的日子突然就崩溃了 这电视看的人是心慌慌的 所以网友戏说 过生日不要请胡哥 说不定就像梅长苏一样给你一剂猛料 我姑母还有另外一个不能请胡哥的原因 那就是胡哥的人气太高了 一旦他到生日宴上 所有的女嘉宾都被他吸引走了 主角光环被抢夺 不开森三 不要和赵丽颖一起上综艺 再参加综艺节目 那时候经常会给人补上一刀俗称赵小刀 得赵丽颖上了娱乐圈禁忌名单 因为在偶像来了 中了连环炮的补刀 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谢那直接甩给他一个白眼 补刀属性 加上赵丽颖之女何丹萌 往往他想说的话 和他说出来意思都不同 所以在综艺节目中 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会因为说错话被对 如果要和他一起上综艺的话 就要做好被补刀的准备了 四 夫妻情侣当 不要上芒果综艺清晨恋解体 老季疑似出轨 亲爱的客栈有毒 前有陈晓被抱劈腿 后有CP分道扬镳 可不光是这个有毒 真正男子汉也问题连连 第一季王老强被击死 经纪人同时被判 官司打到现在还没完 第二季杨命和佟丽娅 也被抱后院时火 花与少年张汉 郑爽 那张 景伯人 快本中董轩高云祥 车忙过台时打了农药吗 剧毒啊 综艺有风险 协其需谨慎 不要和王妃打麻将 为什么不要和王妃打麻将 因为你会输得很惨 王妃打麻将有多疯狂 张国荣告诉我们 王妃和他打麻将 的时候说 我告诉你啊 你说我唱歌不好 我认得 你说我搓麻将不好 打死也不认 就是这么一个天后 陈米佐麻将 他和刘嘉玲 纳英等一些大嘎 经常凑一起打麻将 被戏称为麻雀天后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明星的兴趣爱好 和大众的口味也是一样的吗 这些娱乐圈里传说的禁忌有真 有假 有的纯属 个人性格和爱好 有网友的调侃 也有猜测